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官員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這節有聞必答 我是鄭小巨 先跟大家介紹身邊的嘉賓 請來郭Sir去解答大家的股票問題 郭Sir你好 亦到呼籲各位的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有任何股票問題 歡迎你自電電話熱線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到ASK at bschannel.com 先跟郭Sir聽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筆小姐 筆小姐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票 490東風 有沒有貨在售價 有 買了半年左右有9元買 9.8元沒有走 現在要不要先走了 好的 490東風集團股票 5天後便會公佈業績 最新股價8.84元 跌幅超過百分之一 這隻股票都持續了一段中期的時間 筆小姐就是9元有貨 9.8元沒有走 現在都貼近現格 可否先行止蝕離場 其實9.8元錢不走都可以理解 不過問題是為何當時不定低的止站位 比較可惜少少 我自己覺得比較關鍵的支持 就是一個月的低位8.7元 你問我要不要止蝕 我反而要跟你說 如果跌穿了8.7元的話 真的要看看自己的持倉能耐 組成一條下降軌 這裡是壓著走勢 10篇20篇跌穿了 10篇亦跌穿了20篇線 現在迫近50篇線 為何我會和9.8.7元 剛好就是50篇線所在 一旦跌穿了 下一個防守性的據點 真的拉到8元左右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純粹是短線 贏到幾毫子便會開心 贏不到幾毫子 輸回幾毫子離場 其實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因為任何短炒大家都希望賺錢 問題就是我本來想去贏幾毫子 但我贏不到 我承擔的風險應該都是幾毫子 沒理由我贏就贏少少 輸的時間我就要輸多些 往後的走勢是怎樣看呢 就是要看下一個升浪來的時間 到底什麼焦點什麼板塊受追捧 一眾的汽車股來說 直到現在這分鐘 似乎都是刺你稍為看高一線 不過累積的升幅都已經不小了 我自己覺得跌穿了8.7元 如果你覺得純粹是短炒 亦都不想承擔太大的風險 你不止蝕都要減一半 這個在技術上層面應該是這樣做的 謝謝郭Sir 北小姐還有其他的股票問題嗎 都可以問第二隻 是啊 你說吧 995 郭Sir你介紹買的 我現在6.3買的 現在去到6.8元1 放不放著呢 OK 995 見到有安徽 最新股價6.7元1 跌幅超過1% 今天就會公佈業績 這隻股份6.3元有貨 應不應該指責離場呢 我想擺的指責好些 因為近日去到6.9元1 其實累積升幅已經不小了 因為起步點都是五個多元錢 我記得我在無線的操盤群英 我那個回合是拿著995 遊戲的初期我拿到尾 我是完全不動的 不過可惜就是 那個遊戲欠幾百元我就贏不了 因為當時995和66號的港鐵都未開步 誰知道 第二個回合遊戲開始的時候 他就從頭上升到尾 真是沒辦法 指責位放回6.6元錢 其實是微利的 6.3元上車是上得遲了 我記得我在分行推介的時間 那個價仍然是5.5元5.6元 知不知 5.5元5.6元去到近期的高位 6.9元來講 慢慢上升了20多個巴仙 其實這個升浪已經累積不少升幅 如果要指責的話 6.6元跌穿了賺了算數 當然知道 如果你說你是中期持有 公路股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不撇除股價升跌 不要說 公路股沒有太多的開支 只是公路的營運維修和出糧 但是現金流很穩定 每天其實 沿用高速公路的汽車只會越來越多 我自己覺得長遠來說還是好 不過有時候買股份 我都明白投資者的心態 買了之後升六毫子當然開心 買了之後跌三毫子就不開心 你不想承擔太大的心理壓力 你就定下指責位是6.6元 近日最高見過6.91元 由你6.3賣 慢慢車邊都賺到至近10% 那一刻如果是6.9元 你定下指責位應該定下6.7元錢 如果這樣看的話 你可以將6.7元做指責 跌穿6.7元賺到算數 好 麻煩郭Sir 筆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還可以問這麼多隻 是 給你這麼多隻 問1109 有沒有貨? 有 是 什麼價位? 20元賣的 20元賣 好 1109有隻內房股 或引資地最新股價21.75元 暫時來說沒有變幅 看到都是下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這隻股份20元有貨 賬面上賺少少錢 應該怎樣部署呢? 由6月份的起步點大於16.5元 其實這也是一年的低位 到近日的高位 即現在這一分鐘是21.95元 累積的升幅已經是20幾% 內房東中是對的 我最看好的就是6800中國海外 和1109華洋自地這兩隻央企 如果你不介意作中線的部署的話 問題不大 不過當然不知 如果你說大市真的佈入 一個中期升浪之後 一個所謂的中期調整 我不管你什麼股份 更強勢的你都會受估額 就像今天的廣告所 203元直通車之前見過 今天最低見到188元 包括騰訊在內 現在還在203元 205元在阻止區間試訂 但是累積升幅已經不小了 如果你是有中線的部署 也不是說握得太多 也無所謂 整個內房的板塊 我覺得還是落後於大市 放著109以往值八倍的市盈率 不過息率瘦少些 只有兩年多 等不等業績公佈 你自己考慮 但是我覺得純粹講投機 短線的話 現在這分鐘 你先放下指站位 在21.5元 拿2號指來看一看 如果能夠攻破21.9.5元 進一步向上走 就任由它升多浸 22.5元 或者高智思考慮回套 如果跌穿21.5元 就賺了算數 視乎你自己喜歡短線 還是中線一點 不過中線駕駛也沒有問題 我比較喜歡是688 中國海外和109懷孕之地 這兩者央企 謝謝郭Sir 也多謝了筆小姐的電話 看到688最新股價26.8 股價價穩升0.187 另外跟郭Sir看一看電郵 看到尖沙咀現場客戶 有一隻股份問題 2318中國平安 裡面說到 這隻股份的業績相當之好 看到都升上來 最新報40.9.5元 股價逆市價穩升約1% 這隻股份在什麼價位可以部署一下 錯過了低級的機會 我記得在很多間分行說的時候 我極力推介中仁壽和平保 推介中仁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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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一星期的低位仁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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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一只股份如果累積中期升浪有20%或30%的波幅 一定要消化整固 相对30元5毫升到近日的高位41.45 升了足足10元一股 我想要消化一下 很可能等一等中期升浪 完了大市进入一个所谓的中期的消化 那一刻才慢慢去买就好些 就算你现在买下去了 但是你相等它冲高 这一阵再冲上去的力度 和四个星期前冲上来的力度 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等等才买 或者分阶段买 甚至乎可以买一些来搜门口 不过千万不要重罪 也都不要抱着短炒的心态就可以了 好 谢谢郭Sir 长相的分析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市显和你做SUMBLE 刚才提及的股份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的 谢谢你长相的分析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有问必答的环节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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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